大家好,这里是穷奢极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说起国居,多数人会联想到香港的汤房 南韩的考试院,或是台湾的分租亚套房 要不是因为租金较低,很少人会主动选择住进宅小的房屋 但日本东京这几年出现一个新潮流 有房地产开发商在市中心推出超微型公寓 楼地板面积只有大约三平,却大受日本年轻族群欢迎 从2020年开始至今 有多将日本媒体陆续报道东京小公寓被租客疯抢的现象 这些小公寓大多分布在新宿、惠比寿与木黑这些热门区域 每个居住单位也才三平左右 就算跟你小出名的日本套房相比,都还只有一半大小 但从数据上来看,当地这种超微型公寓却无比抢手 几乎一失出就被抢住一空 后面还有不少人排队等待候补 这么小的房型为何如此受到日本年轻族群欢迎 我们分析以下几点元素 首先,这些微型公寓内部大多以白色为基地 不像许多老屋,有着奇怪而过时的装潢设计 而且多数房间都挑高到3米6以上 并规划成台湾人相当熟悉的楼中楼加层屋形式 不只可利用的空间变大 室内挑高也让住户在视觉上不会感到那么狭窄 根据统计,这些小房主攻客群为20至30岁的年轻人 就设计美感于使用上来说 这样的物件非常符合目标族群的口味与需求 其次,如果你有租房经验 你一定会发觉 出租市场上很难找到干净漂亮又便宜的物件 以东京市中心的租屋生态来说 通常带租物件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种是空间大又漂亮 但租金非常昂贵 第二是室内大小正常 但屋矿老旧或是装潢风格过时 第三则是租金较低 但室内又小又简陋 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 租屋市场上适合年轻人的物件 屋矿品质不佳 导致追踪结果通常都是花钱满足居住需求 无法追求对房屋本身的喜爱 以东京市中心来说 一间六平大的套房 一个月租金通常要10万日元以上 多数这类物件屋矿称之不齐 交通不算方便 价格也不便宜 但刚刚说的超微型公寓 一个月只要7万日元上下 内部装潢干净 而且几乎都位于交通便利的地方 因此不少人最终都宁愿在空间上做点妥协 换取更好的屋矿与便利的交通 当地不少租客 近期纷纷分享入住超微型公寓的体验 其中一位住在新宿的29岁运动公司职员 尖野博志 他住的房间不到三平 但堪称五脏俱全 尖野博志的住处设有料理台 洗衣机与迷你卫浴 扣掉除备后 剩下的活动空间大约1.5平左右 用来睡觉的挑高楼阁 则约一平大小 虽然在平面图上看起来很小 但这类微型公寓 以挑高延伸的概念 搭配大面窗户 视觉空间不会太过局促 尖野表示 自己上一间住处有14平左右 但生活品质比不上现在住的三平小屋 除了装潢教兴 室内设计比较顺眼外 他更着迷于被生活物品包围的感觉 像在打电脑时 他一转身就能打开冰箱拿取可乐 半夜想上厕所 也只要走个两步就能解决需求 而在签约入住前 尖野也比较过同区的其他物件 他发现以同样价位来说 不是屋林太老 装潢太旧 就是设计成雅房规格 屋内没有属于自己的位浴 总结来说 东京微型公寓的兴起 背后可以归纳出两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与现实层面有关 虽然又大又漂亮的房子人人爱 但这类房子的租金实在昂贵 而传统套房的价格与品质又有落差 对居住空间比较没有硬性需求的年轻族群 便可能牺牲一些生活空间 换取较低的租金与更好的屋矿 第二个原因则涉及大城市的发展轨迹 一般来说 像东京这种大城市 自动性发展扩张的速度 总追不上外来移入人口的增幅 为了满足外地工作者低租金的居住需求 小坪数的房型 便会在市区有限的土地上快速增加 在两大客观因素以外 这样的喜好偏差也出现在主观感受上 从画面中我们不难看出 东京小房虽然迷你 但美感上确实不差 楼中楼夹橙屋的设计也能增加空间感 加上这个时代流行极简风格 不少小房租客都表示 刚入住时确实对空间很不习惯 但住一阵子以后 他们便会开始丢弃不必要的用品 随着生活越变越简单 他们对空间的需求也有所降低 这样的转变不只出现在东京本地人身上 就连一个从地大房大的奥旦利亚 搬到当地定居的澳洲人都能接受这样的观念 这名澳洲女子住的小房也不到三平 但她认为空间不是重点 能在忙碌城市中拥有一个能够喘息的个人小世界才是关键 看完微型公寓 我们接着把镜头转往香港 这里与东京同样有许多小房 但在居住体验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类似的狭小租房在香港被称为汤房 指的是将正常居住单位分割成多个更小的出租空间 有的汤房设有未遇 其他则需要与他人共用厕所 除了空间小 香港汤房多数还有老旧脏乱等问题 根据统计 全港屋林15年以上的房宅所隔出的汤房超过10万间 其中包括不少屋矿及差的类型 像是用铁皮盖在高楼天台上的天台屋就有超过4000间 而空间极其狭小 需与他人共用预测的板间房则有超过3400间 室内空间大小只有一张床左右的太空舱也有超过1100间 当前全香港共有超过22万人居住在汤房之中 看在多处人眼中 他们的居住生活根本没有品质可言 香港汤房文化的诞生与政府政策有关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当地便已有汤房问世 但真正数量暴增则要到2000年以后 当时的香港政府停止卖地与新建住宅 房屋供应量大幅减少 导致房价短时间内大幅上升 单位租金也跟着水涨船高 同时政府还收紧公屋的申请条件 这导致市场上对于低价住宅的需求随之增加 许多租不起一般套房或公寓的民众 只能选择住进汤房 虽然不是所有汤房都有物况不佳的问题 其中也有许多高品质物件 但按当局2020年的调查 香港汤房楼板面积中位数只有2平 而且有高达四分之一的单位超过三人居住 对比于东京围勤公寓一人居住的生活品质 香港汤房极其老旧小几四个条件 伴随着社会问题与风险远超过日本瓜居的状况 除了日本与香港 远在朝鲜半岛上的南韩也有独特的瓜居文化 这些坐落在首尔的狭小房间被称为考试院 早年主要是提供给准备国家考试的学生住宿与念书之用 由于学生族群经济能力较差 因此考试院主打的就是小与低价 通常一层楼会隔出十几二十个房间 每层楼共用几间卫浴设备与一个公共厨房 房东一般会免费提供泡菜与白饭 其他的食物则要自备 南韩的考试院房间一般只有三平大小 房内配置通常就是床加上书桌与柜子 为了节省空间 不少房东设置了收纳室的床桌组合 将空间利用得淋漓尽致 多数考试院价格相当便宜 按照地段与房间大小 月租金约莫在30到60万韩元左右 由于价格很低 当前会入住的除了考生外 也有不少刚出社会的上班族 此前也有韩团成员套漏 在走红出道以前 自己就曾在考试院里过了好几年的苦日子 根据统计 南韩所有考试院住户中 低收入者已正式超过学生族群 从这点我们或许可以看出 住在首尔市区 伴随的经济压力有多么庞大 作为东亚两大强国 日韩在许多方面的发展轨迹都高度重叠 近年南韩考试院 也出现类似东京围形公寓的风潮 不少房东重新整修房间 提高租客在居住上的舒适程度 私人租金也有所提高 不过对于单身年轻族群 这至少多了像更合适的租屋选项 好了 这集的熊色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